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 在这里我们结合心理跟生活的真实运用 陪伴你每天进步一点点 如果你每天都想要有所进步的话 就请你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我想对很多朋友来说 眼见自己有一堆代办事项 有一堆计划想做的事情 但是好像都没有进展的时候 那心理的焦虑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大 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很多人会选择干脆放弃算了 我都不要去想它 我就不会痛苦了 然而这种现象如果深入一点来理解的话 你会发现哦 多数人在想到关于未来的计划 想去的地方想做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内在时间轴哦 往往都是只是走顺向时间轴 而不是逆向时间轴 这什么意思呢 所谓的顺向时间轴 就是以你此刻作为出发点 然后去想接下来该怎么办 未来该怎么办 然后一步一步一步 顺向时间轴在本质上没有什么错 只是呢 当你只有顺向时间轴的时候 往往哦 会产生两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就是 它会让你毫无头绪 你的计划可能很大 你的目标可能很遥远 然而如果要聚焦到此刻你要做什么 如果用顺向时间轴的角度 你会觉得我到底要怎么开始 就以我自己有在学钢琴为例子吧 如果我希望自己一年之后 可以很流畅的去弹奏一些流行乐曲 所以呢我心中有一个 我自己流畅演出的画面 然而回到今天 我只是个音乐小白 连五线谱都不太会看 在这种状况底下 很容易让人打退弹鼓的 因为那个目标很大 因为那个愿景很美好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 我现在该怎么开始嘛 所以你可以想一下哦 你会不会经常也有这种状况 叫做你知道你想要做哪些事情 然而此刻的自己 却完全没有概念 到底要怎么样开始 而第二个状况就是呢 我们通常因为顺向时间轴 所以呢我们只有现在 跟最完美的那个版本的形象 而这个最完美的版本的形象 即便你没有给自己太大的时间压力 你都会觉得它完美到遥不可及 它太巨大了 以至于呢你对此刻的任何 一点小小的努力 跟一点小小的前进 你都完全看不上眼 可能你是有进步的 但是你对于这个进步哦 会有一种连塞牙缝都不够的感觉 所以客观来看哦 这样的心情有一点像是 这世界上你并没有敌人 而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啊 你只光把自己打败就够呛了 所以我想哦 多数人的计划执行力 为什么都会有一些问题 那就是哦 太多时候我们太习惯的 只有顺向时间的思考方式 而今天呢我要跟你分享哦 我们合不到过来 试着用逆向时间来思考看看 什么叫逆向时间呢 是你可能有一个计划 你可能有一个未来 你可能有个目标 你先不用去思考那个最终极的版本 最大的部分 你可以先去想 假设你一年后 你想达成的是什么 它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终继站 而达成的这个部分呢 尽可能的让它具体下来 假设一年之后 你能够完成某个里程碑 如果以做业务来看的话 你希望一年之后的结算 你今年的营业额 假设有500万 那么你就可以思考哦 这是一年之后的结果 而这一年当中呢 有四个季度 而这四个季度 依照你的产业 它可能有大小月 所以这四个季度 它们的营业额各自可以怎么分配 让你比较有可能 在一年之后完成500万呢 而这每个季度的配额当中 每一季有三个月 而这三个月 各自要完成多少呢 当你做到这里的时候 你可以暂停一下 然后把注意力 放在你眼前的这第一个月 因为当你做到这里 你大概也就知道 你第一个月可能要完成多少 然后把它分成四个礼拜 这四个礼拜各自要完成多少 然而呢 当它用逆向时间轴的角度来看 你倒推回来聚焦在自己的 第一个礼拜 第一个七天 你就可以更明确地去制定 你这七天该做什么事 哪些东西是要交给时间的 而哪些是眼下立即 就要为未来打好基础的 而这样子逆向时间轴的思考 其实它不是什么新鲜事 如果你有读过 史蒂芬科威的书 它里面也有说到 以终为始 大概就是这种逆向时间轴的思考 像是这样的思考方式 跟计划执行的方式 它会为我们带来一些好处 最明显的好处就是 第一个 它能够帮助你 更能够预见未来 而心平静气地面对现在 你看哦 如果你按照我刚刚说的 试着把自己一年之后 具体的目标定下来 然后拆分成四个季度 然后每一个月 然后再聚焦到眼前的第一个月 第一个礼拜 可以做什么 应该做什么 你就会发现哦 那个远大的目标 那个一年五百万 不会像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压在你的肩头 因为你只要老老实实地 做好眼前当下的事情 而且每一段时间 去做检核跟回顾 是不是这五百万 总也是一个单一个单 去累积起来的 而重点是 当你紧张了 焦虑了 拖延了 那这一个单一个单 是不会发生的嘛 所以呢 用这样子逆向时间轴的思考 它第一个好处 就是让你在情绪上 会比较稳定一点 而第二个好处就是呢 让你知道 现在该做什么事情 所以相对就比较不会焦虑 这是延伸前面的说法 当你知道此刻今天的当下 能做什么 可以做什么 你就比较不会像是 顺向时间轴的思考一样 会有一种 目标好大 未来好美好 但是我今天毫无头绪 而且呢 在做这样的计划执行 跟思考的过程当中 你也可以透过自己具体在这当下的实践跟前进 不断地去检核 那么你的目标跟计划是否合理 它是可以有一个调整的空间 可是在顺向时间的思考里 我们要嘛就是把目标定得完全不合理 要嘛呢就是因为不合理的目标 把此刻的自己压死了 因为在顺向时间的思考里 它是没有调整的空间 而且你有一种 时间不断流逝 但是你毫无前进的挫折感 而最后一个逆向时间的思考的好处 那就是会帮助你看清楚 什么是重要的事情 而对不重要的事情说不 因为呢 你在阶段性的一个未来 有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目标 而且呢 把它拆解分散成 具体的在每个时间段的执行方针 所以这样子下来 你就很清楚知道 在每个阶段的最高指导原则是什么 如果你做的事情 没有为你的最高指导原则服务的话 那么基本上就是可以忽略的 而且呢 当别人要你去做别的事情 或让你觉得干扰的时候 你就有一个评估的标准 不然啊 多数时候哦 我们都希望自己是个好人 所以呢 对于别人的要求 我们很容易不假思索的 就有求必应 可是呢 这种有求必应哦 常常会为我们带来很大的挫折感 而且你不会因为这样子帮助别人 自我价值就提高了 你反而会有一种时间花了 但是什么都没得到的感觉 因为啊 当你懂得划清界限 懂得拒绝跟取舍 这个时候 你真正愿意花时间去帮助的 去协助的 去陪伴的 才能凸显它相对的意义跟价值啊 所以呢 听到这里哦 现在是12月 也是2020年的年底了 展望未来 或许你已经开始有一些计划 那么何不试试看 用逆向时间轴的思考方式 来帮助自己 更有执行力地完成自己 明年度的计划跟目标 而且更重要一点是哦 任何事情的完成跟前进 它一定会遇到一些需要调整的状态 因为这个世界并不是按照我们的理想在进行的 然而这些调整的契机 或者是当事情的演化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都会感觉到压力 然而你是怎么理解压力的 你会觉得压力是阻碍你 还是因为透过压力的刺激 让你有更多元的思考 还有长出更多元的能力 其实这一念之间的差别 也会影响到你未来是否能够更容易地完成 自己想去完成的事情 就如同我们近期的线上课程 提升你的心理免疫力里面所说的 压力就像是大海 你没有办法叫大海不起浪 但是你可以学着怎么冲浪 在提升你的心理免疫力这门课里 会用很具体务实的方法来陪伴你 一起面对压力 更重要一点是 这一门课会透过信念的调整 身心运作机制的调整 还有怎么样有效地建立起社会支持系统 来让你面对人生无所不在的压力的时候 能够游刃有余 把这些压力都成为你的助力 而且在这边要特别跟你呼吁一下 提升你的心理免疫力这一门课999的优惠 在12月30号的晚上12点之前就会截止了 所以请你把握这最后难得的机会 因为这个价格是不会再回去的哦 然而不管你会不会参与我们的线上课程 我都希望你2021年是一个美好的一年 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在你实践的道路上 给你一些启发与帮助 我是凯宇 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 除了YouTube之外 我们也有Podcast的频道 你可以在Podcast的相关应用里搜寻 七点文化一天听一点 就可以订阅我们 也记得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 我们需要你的支持 然而如果你对于七点文化的商品 或课程有兴趣的话 我们在每一段影片的说明里 都有相关的连结 而且我在这边再次的提醒你 提升你的心理免疫力999的优惠 就只到12月30号的晚上12点 错过的话 这个价格是回不去的哦 期盼你的加入 希望我能够跟你一起学习 一起前进 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了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